在西方女武神的经济场上 东西方神明齐聚 而就在大家以为 女娲的出现即将引发战争的时候 才发现她的到来另有引擎 她只为齐天大圣而来 而伴随着地狱撒旦 堕落天使路西法的苏醒 这西方背后真正的掌控者 也随之浮出水面 就在刚刚混事似猴大闹女武神经济场 西方众神除宙斯奥丁以外 都失去了神格 要不是雅典娜的及时出现 这西方众神烟消云散 而就在这时 东方神明女娲及时赶到 但她的到来 绝非发起东西方神明之间的战争 而她只为齐天大圣杜劫而来 原来这齐天大圣被佛祖压制了多年 只有经过9981难才能彻底归来 不错 这与西方众神的大战 就是她的重生之战 这万物复阴而抱扬 这9981乃是纯阳之术 而在这大圣的命格中 永远都逃不开81这个数字 而据天道旨意 大圣的杜劫之战 只能顺其自然 不可插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四老头率先打破了平静 不知东方大神明女娲 来我西方何意 我与奥定虽不及你 华夏三清 但我西方也有至高主神 绝不拒你 而至于这 人类清除计划 我们也是实属无奈 这人类天生傲慢 贪婪 七宗原罪于一身 不得不清除 这话说到了这里 上神女娲只是轻轻雷笑 转头便向齐天大圣说道 你的八十一难就在此地 希望你好自为之 这话一说完 上神女娲直接退出了 女武神竞技场上 而同一时间 这天空之上 一个圣洁的大天使 缓缓而落 可令人震撼的是 当他落地之时 雪白的翅膀突然转为黑色 圣洁之力也化为邪恶 不错 此人正是堕落天使 露西法 而说起此人并不简单 他乃是七元罪中 七大魔王之一 当年神在创造亚当之后 由米加勒带领到 第十至高天 并要求仲天使 对其参拜 可谁能想到 这露西法断然拒绝 向亚当参拜 他的一句 宁在地狱为王 不在天堂为臣 更是引发了天使战争 而此刻 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面对着来自东方的 齐天大圣 他眼神里 充满了炙热 而下一秒 他突然张开自己的 六个翅膀 当一股狂风吹过 竟直接逼退了 场上 其余众神 这战役 直冲云霄 而就在此刻 这东西方 命运相同的两个人 又会呈现出 怎样的战斗场面 让我们赤目以待